這個毒品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通常很困難的問題沒有辦法用單一個方法去解決 所以要解決毒品,從事先宣導,包括戒毒 一直到吸毒人的重建,讓他戒毒再回到社會 這其實是一連串的,不太可能是單一個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北市政府,當然我們在刑事警察局有戒毒的專門小組 在地檢署,為了這個我們來拜託台北地檢署有專門的一組檢察官在處理 我們在市政府有一個毒害防治小組 而且這是由我自己主持會議,大概那些追蹤事項,我們都自己會在看 所以是在處理毒品,不要幻想說單一事件可以解決 當然每個部門都要處理,包括我們這一次毒品趴 那個也不是只有警察去抓 之後不管官傳局、商業處大家要合作,該熱令停業的就要熱令停業 不然警察去被他抓的他還是少人 現在還有那個叫做關門營業,還有這種奇奇怪怪話 所以這個也不是只有警察單一去處理,所以該斷水斷電該怎樣 其他部門還是要合作,這個我們會處理 不過今天就在這個宣導,當然一個是要在學校宣導 另外一個我們台北市還有一個北極星專案 其實有時候你一個家長或小朋友遇到毒品的問題 你要讓他有一個求助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北極星專線 0800 770 885 770 885叫請求你救救我 0800 770 885 也就是說他有問題他有地方可以去喊救命 再來就是說反毒的宣導 通常是這樣 這種反毒宣導,如果拍個老師在上面講30分鐘 我看你講到5分鐘底下開始睡覺 所以還是要活潑一點 所以我們以前才有校園宣導 都想要用比較活潑的方式 這一次也非常感謝聯法電子 還有這個全可益資訊公司跟我們警政署拍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將來的反毒宣導 是比較活潑的 不管是網路、漫畫書、影片 而不是拍一個人在這裡念經 念到一半比較都睡 我看念到一半已經睡倒超過一半了 這不是好辦法 所以我們會讓整個反毒的宣傳比較活潑 比較 至少要讓小朋友看得下去 非常謝謝這個 拍這個影片還是要剪 所以非常謝謝民間的企業 願意支持我們拍這個影片 好,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